贩卖女性里程秃头的视频 违法吗 妥 真的是 什么人都有 还有这种癖好 无语 并且这还成为一个产业链 据澎湃新闻报道 说一些理发师呢 你需要发膜 也就是发型膜盖为理由 让一些女士呢 上门剪发 并且 以拍摄培训视频为由 录像 签一份 肖像权使用协议 然后就不但息呢 诱导当人 剃短 获尘直接 剃光 获尾勺 最后 再给当事人 你跟剃发 喷炮的 那问题来了 他们处心积聚 弄这些 剃秃女士头发的视频 干嘛呢 诶 不用说 不然 那怎么赚钱呢 卖给一些特殊 癖好的人 还有练足的 练丝发 这 还有练头发的 好 他们运行一些 售卖剃发师 给我的 咕哟 方菲解放 里面有大量女子 解放 剃秃的视频 类型的 分为 剃发 短 暴 还有光暴 通过 买VMP会员 和私人定制的方式 太恶心了 那不用说 这些肯定是违法的 平马253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向他人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 三年以下 所以说 一定要关注侯律师 多学点法律 多避坑 现在连头发都不安全了 你说呢